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共人大於2020年5月 強推《港版國安法》後 香港的人權和自由遭到嚴重打壓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對香港未來失去希望 更擔心人生安全和生活環境遭受威脅 因此紛紛選擇移民他國 近日 根據英國內政部 《正期四》公布的數據顯示 在2020年的前三個月 有34,300份BNO簽證的申請 而這個途徑是在1月31日才開放申請 到目前為止 已有7,200份申請獲得批准通過 而在34,300份BNO簽證申請當中 20,600份申請人是在英國以外地區申請 其中有5,600份已獲批出簽證 包括2,000份受養人個案和3,600份主申請人個案 而1萬3,700份境內申請當中 已有1,600份已獲批出簽證 包括400份受養人個案和1,200份主申請人個案 已獲批出簽證的申請人當中 有86%持有BNO或香港特區護照 另外有41%受養人持特區護照以外的護照 英國內政大臣柏特爾表示 很高興有超過34,000份港人簽證的申請 他在推特上寫 BNO公民可以自由地在英國建立新的生活 全球英國將始終堅持自由 並履行我們的承諾 這條新的簽證路線強調了這一點 自今年1月31日起 英國正式對持有BNO護照的港人提供新簽證 這個將為數百萬想逃離中共的香港人打開了大門 很多港人在痛苦中作出了離鄉別井的決定 有人稱這次是一次特殊的移民大潮 英國政府推出的政策 開放讓符合BNO護照資格的香港人 申請BNO在英居留簽證 新途徑允許BNO護照持有人及其籍系親屬 申請該簽證進入英國 有效期為2個30個月或1個5年的簽證 5年後他們可以申請在英國定居 再過12個月可以申請英國公民身份 據調查中共於2020年6月30日 坦衡推出港版國安法後 近九成香港人有移民海外的意願 其中超過九成受訪人是因為擔心港版國安法危害個人安全 由英國駐港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創立的英國港橋協會 去年9月9日至10月1日透過網上問卷 得出了上述調查結果 今次調查訪問了315名港人 其中88%受訪者表明有意移民離開香港 問到移民原因 283名有意移居英國的受訪者中 1996%受訪者表明擔心港版國安法危害個人安全 1996%受訪者想要移民 是因為香港已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 而香港政府今年3月曾致陷國外國駐港領事館 通知他們香港不再承認英國為香港居民設立的英國海外國民護照 並要求他們也不要再接受這種護照 駐港外交官對此反應強烈 稱這樣是對他們的一種外交冒犯 因此大多數國家對香港政府的要求不予理睬 今次的《紳士國聽新聞》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、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